大家好,我叫李征,是HPQ公司亚太区EPT业务拓展经理 今天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电机的反电动式下线检测 那我们大家知道电动动力种程它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之一 对于整个新能源汽车的性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影响着它的动力性,经济性,安全性,可靠性,包括耐久性等等 那作为这个电驱动三电之一的电机 它的性能的提高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更多的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中发现 在下线检测的测试单元中 我们对它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对这个电机品质量的一个合格或者是不合格的判定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这个测试系统能够对我们所有的测试结果 包括测试数据进行存储 将它反馈给我们的研发部门 用于对产品研发的性能提升提供依据 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电机的品质的 它的缺陷也可能来至于生产线本身 所以我们也要求这个测试单元能够有 可以与这个产线的控制系统进行沟通 好那么基于这样的需求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反电动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反电动式的公式 从公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决定这个反电动式的 它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是它的转指磁体的磁通量 第二个呢是定制这个线圈的杂数 还有一个第三点就是转指的角度 在下线检测中通常我们采用的方式是 计算这个反电动式常数K1的值 通过它来判定电机的这个整体性能 那我们来举一个三项电机测试的这样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那图中呢我们看到对于三项电机的话 我们需要测试它三项的电压 通过计算得出K1值判定它电机的这个性能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关注的一点是这个波形 大家可以在这个图中看到 这个波形是反电动式电压的一个正常的波形 那当你在测试过程中 如果观察到这个波形它出现了变化 比如说它是一个尖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提醒我们这个电机它本身还是有问题的 除此之外呢除电压之外 我们另外还要关注的就是这个转指的角度偏角 通常来说在这个电机中会有这个位置传感器 位置传感器它的作用就是向我们提供这个转指偏角的信息 好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 在这个测试中我们需要关注哪些信息 三个电压值三个位置传感器 那么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得出ke值 我们也需要去观察它的偏角是否正确 比如在这个我们现在看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您只去看它的电压值的话 那这台电机它的电压它的反动式电 反电动式电压是正常的 但是明显的我们可以观察到它其实是转指的偏角角度有问题 所以综合来判定的话这个电机我们是判定它不合格的 好那基于这样的测试需求 HPK我们的eDrive功率分析仪系统它的几个特点就决定了 这是一条非常适用于这个电机反电动式下线检测的系统 首先呢eDrive我们是可以完成所有的信号的进行同时采集 并且实时的快速精确的计算给出测试结果 那第二呢eDrive它也可以存储大量的测试数据 呃供给您的后期的分析 帮助我们工程师识别产品的问题 呃究竟是设计啊还是生产工艺啊还是质量控制的呃提供这些依据 那不仅eDrive呢不仅是提供公开可编辑的公式 呃用户可以去通用呃编辑您编辑您的这个计算逻据来处理数据 同时呢在perception的软件界面中 您可以灵活的去修改您要测试的这个参数和允许的偏差 并且把这个测试结果通过不同的格式 包括word,excel和pdf等呃导出供您后续的一个一个一个保留一个使用 呃最后呢eDrive其实也支持这个Canvas和以太网的通讯呃 呃我们可以实现与控制系统的集成呃完成这种全自全自动的测试 并且进行实施反馈到这个台价控制系统呃 呃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叫李舟呃呃您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呃 呃获取更多的产品信息和培训的内容 非常感谢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Ulbicuara 然后赞 订阅我们的官司 对我脑壁一日地前迷诏